你们这里长应该是不会同意在七楼停车吧 对不对 对的 人爱区里长联谊会会长林罗清梅代表里长们说出反对 七楼内开放停机车的心声 获得里长们热烈掌声支持 基隆市政府推出部分路段七楼内开放停机车的政策 在人爱区总共规划15处路段地点 不过却引起这些路段内大约11位里长们的反对 因为问题实在太多 包括影响行人和住户通行 长期占用停车阁影响商家上下货等等 因此里长们特地向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委陈勤 议长也邀请市政府交通处长王震宏 人爱区长李坤达以及民进党立委参选人也是市议员 郑文婷和里长们举行座谈会双向沟通 郑文婷和同志委认为人爱区是商业区地狭人稠 特别是火车站附近更不应该开放旗楼内停放机车 反而造成更混乱也都表达反对的立场 小巷子里面像我们孝山路那个小巷子里面 全部停满了摩托车 那卖吃的瓦斯也在那边 然后摩托车也停在那边 然后人又要走 所以我是非常非常反对 在火车站周边开放 让机车停在旗楼上 那我个人是建议 其实人爱区这15处通通都不要画 你们把这一轮的会刊把它做完下来 我看店家同意说 你可以在我门口画的台台式少之又少 那你与其只有这么几处地方可以停 那你不如干脆全部都不要让人家停 因为可以停的 绝对没几位 大家都是寸土寸金的地方 怎么会愿意自己的店家门口 让人家停摩托车 一定是这样的嘛 我想我们本来就缺乏行人空间 那我们长期以来 我过去这么多年的从政经验 我长期以来都在争取步行空间 然后施坐人行道 然后骑楼整平 相关就是希望我们在高龄化的城市 我们就更应该友善行人 再来就是我们的政策不应该相冲突 第一个 我们在市政府在推动友善行人 但是他是推动班马线 大家车辆要让行人 也就是说马路车辆要让行人 那如果你开放骑楼停车 那就是在骑楼上 人要让车辆 也就是说因为我们骑机车 要上去骑楼才有办法停车 所以我想这个政策的这个理念 是相冲突相违背的 所以我个人在议员的这个角色 是反对骑楼开放停车 第三个身份我也是市民 我们在这个仁爱区市中心 本来就地下人筹 所以我们有很多地方是没有设置人行道的 很多地方是只有骑楼的 所以我们的骑楼又有那么多人要过 而且我们在骑楼整平的工作 我们这几年才争取中央的经费 不断地在施作当中 都还没有完成 我们在开放骑楼停车 不仅影响到我们的商家 也影响到我们的老人 而且我们的全市的 马上要面临超高龄社会 也就是我们有四分之一的人口 都是65岁以上的行人 再来我们的这个 婴幼儿小朋友 在推娃娃车或是身上朋友 我们各个族群 所以我觉得骑楼开放停车 当然我们要尊重市政府的政策 也就是我还是做一个平台 让里长做意见的表达 一定要调整的地方 跟市政府做沟通 市政府交通处长王震宏回应 将会逐步会堪滚动式来调整 有关我们骑楼开放停机车的部分 其实它有涵盖到 我们未来整个人行道 来开放停机车的部分 其实在法令上也是允许 那今天很感谢我们仁海区 包括议长 还有我们郑议员 以及里长做这个双向的沟通 就是希望说 把我们地方一个声音 那透过我们整个政策一个交流以后 那让后续 我们再推动 这一个所谓的旗群停放机车 能更符合民意 所以未来我们会透过 逐步的会刊 那找到比较合适的地点 跟方式 包括人行道 包括骑楼 包括我们一些七机车格 来改机车 这个部分 以及增设 其他一个可停机车的区域 让整个 不管是行人友善 以及机车的停放 能达到一个平衡 议长通知委也感谢交通处长王震宏 用心诚恳来和里长们沟通 也接受里长的意见做调整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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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